今年,32岁的陈亚军是青海大学附属医院康复医学课的一名盲人按摩技师。 虽然眼睛看不见,但是陈亚军喜爱阅读,黑暗并没有遮住他探索知识的眼睛。 陈亚军从小就在学校接受系统的教育,从10岁开始,他便在盲校老师的引导下坚持阅读。 由于当时的盲文书籍比较少,陈亚军的老师尽可能地找出学校所有的盲文书籍, 以便陈亚军可以在书的海洋里尽情了解大千世界。 我觉得老师当时给我借一些高年级的那种语文书啊,或者历史书啊, 因为历史的好多其实看电影啊,或者那种碎片化的听到过, 但是没有完全的整个的看到过,然后就看,就应该是阅读习惯从那时候培养起来的吧。 2005年,青海省图书馆成立了盲文阅览室,从那时开始,陈亚军每天下班都会去借书阅读, 如今,他已经将里面的医学、按摩专业相关的书籍和小说类、文学类作品通读了一遍。 陈亚军说,书中自有黄金屋,对于从小就眼盲的他来说,可以通过阅读天马行空尽情想象。 喜欢纸质的吧,是因为就记忆力深刻,还有一些东西需要慢慢品味品读的啊, 比如说精彩的诗句啊,或者精彩的一些小说的一些段落啊,章句啊, 这些我觉得纸质的他会文化慢动。 虽然盲文阅读耗时,但陈亚军依旧对这些珍贵的书籍资料示弱珍宝。 陈亚军说,他指尖触碰到的不仅仅是知识,也是为自己指引前方安身立命的明灯。 因为我们毕竟眼睛看不着嘛,一定要储备自己的内心啊,这些,也可以增加一种力量。 因为你看一些名著的话啊,其实人家说就是给名人在对话嘛, 其实从他们那儿能获取一些思想啊,学习啊,这种状态。 坚持阅读这么多年,陈亚军不仅增长了阅历,还打开了他认识社会的大门。 他对读书的渴望,不亚于对光明的憧憬。 陈亚军说,未来他希望有更多多元化,多余种的读物, 能够帮助他开拓更广阔的视野和胸怀。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